台湾最近出现的缺水危机 不但影响民众生活 也对河川生态造成冲击 从昨天开始 在基隆河的大家码头段 还有新北市的新电溪 都出现了大量渔群暴毙 环保局人员初步判断 可能是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快速 以及雨量不足 导致河川流量降低 水中的溶氧量大减 鱼儿才会大量死亡 清洁人员开着橡皮艇 不断在新电溪上来回行事 忙着打捞河面上的死鱼 因为从17号开始 包括台北市基隆河大家码头段 以及新电溪沿岸 就陆续出现了大量的渔群暴毙 不过当地居民却说 他们已经是见怪不怪 每年都发生好几次 对 常常在死的 结果很臭 这一处有来捞 以前都没有捞 那更臭 现场发现死亡的鱼种 以乌鱼为主 台北市环保局初步研判 因为乌鱼是回忧性鱼种 日前涨潮时 游入淡水河和基隆河等水域 退潮时来不及游回 最后被困在淡水河域 缺氧死亡 而新北市环保局则认为 可能是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快速 以及雨量不足 导致河川的流量降低 水中的溶氧量大减 才会导致渔群死亡 我们今天发现它是因为 荣氧量蛮低的 才1.12 那台北市那边测到还有0.8 0.9 所以荣氧量是蛮低的 这次死亡鱼群数量 估计达到三公顿 大约六千尾 环保局预估要花三天时间 才能清理完 目前已经将鱼体送检 并采集水样化验 追查是否有可能其他的污染源 但环保局也担心 若老天栽不下雨 恐怕会持续对核酸生态造成冲击 记者蔡云一蕾齐新北市报道